王阪高雄奇境的杜伦上个月晚间九点发生故障 导致搭船民众哭等却不知道原因 市议员简幻中说杜伦光一个月就发生两次故障 会知道就是接获选民的询问电话 因此提议有没有可能增设告示板 交通局代理局长黄万发则表示会积极来设置 黄万发局长表示如果经费不多 预计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装设完毕 金广记者中医竹高雄报道